第六十二回 放冷见烟青旧主 劫法场石锈跳楼 诗曰 烟水茫茫云树虫 刚兴硬河聚山东 岸边埋伏金金兽 船底深藏玉爪龙 风浩荡 月蒙龙 法华开处显英雄 麒麟漫有晴天力 怎出君师妙计中 话说这卢俊逸虽是了得 却不会水 被浪里白跳张顺 排翻小船 倒撞下水去 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 又钻过对岸来 抢了坡刀 张顺把卢俊逸直奔岸边来 早点起火把 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 接上岸来 团团围住 解了腰刀 尽换下湿衣服 便要将锁绑腹 只见神行太宝带宗 传令高教将来 不得伤犯了卢源外跪体 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 与卢俊逸穿着 八个小喽啰 抬过一圣轿来 扶卢源外上轿便行 只见远远的 早有二三十对红沙灯笼 照着一簇人马 动着谷月前来迎接 围头宋江无用 公孙胜 后面都是众头领 一骑下马 卢俊逸慌忙下轿 宋江先跪 后面众头领排排的都跪下 卢俊逸一跪下环礼道 既被擒作 愿求早死 宋江大笑说道 且请园外上轿 众人一骑上马 动着谷月 迎上三观 直到忠义堂前下马 请卢俊逸到厅上 明晃晃地点着灯烛 宋江向前陪话道 宋江久闻园外大名 如雷灌耳 今日幸得拜时 大未平胜 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毒 万其恕罪 吴用上前说道 左方兄长之命 特令吴某亲一门墙 以卖挂为由 转园外上山 共聚大义 以同替天行道 宋江便请卢园外 做第一把交椅 卢俊逸打理道 不才无时无能 勿犯虎威 万似尚清 何故相细 宋江陪笑道 怎敢相细 实目远外微德 如饥如渴 万望不弃彼处 为山寨之主 早晚共听言命 卢俊逸一回说 宁就死亡 实难从命 无用道 来日却有商议 当时只被酒食管带 卢俊逸无计奈何 只得饮了几杯 小喽喽请去后堂歇了 此日 宋江沙阳载马大排炎炎 清出卢园外来复习 再三再四谦让 在中间里坐了 九之树寻 宋江起身拔展 陪化道 夜来甚是冲撞 兴望宽恕 虽然山寨宅小 不堪歇马 人外可看忠义二字之面 宋江情愿让位 休得推却 卢俊逸答道 头领诧异 小可身无罪雷 颇有些少家似 生为大宋人 死为大宋鬼 宁死 实难听从 吴用并众头领 一个个说 卢俊逸越不肯落草 吴用道 圆外既然不肯 难道逼乐 只留得圆外深 留不得圆外心 只是众弟兄 难得圆外到此 既然不肯入伙 且请小债略住数日 却送还宅 卢俊逸道 小可在此不妨 只恐家中知道这般的消息 忧损了老小 吴用道 这是容易 先叫李顾送了车账回去 圆外迟去几日却何妨 正面上交椅坐定 都放了心 吴用道 李独管 你的车账货物都有吗 李顾应道 还一心不少 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拔于李顾 两个小银 即发当值的 那十个车脚 共与他白银十两 众人败谢 卢俊逸吩咐李顾道 我的苦你都知了 你回家中 吩咐娘子不要忧心 我过三五日便回也 李顾只要脱身 满口硬说 但不妨是 辞了便下中意堂去 吴用随即便起身 说道 云外宽心少坐 小生发送李顾下山便来也 有诗为证 梁山人马太楼罗 声转卢宫入网罗 敌死不为非礼事 为之忠实 果如何 吴用这次起身 已有计了 只推发送李顾 先到金沙滩等候 少客 李顾和两个当值的 并车账头口人伴 都下山来 吴用将引五百小楼楼 围在两边 坐在柳音树下 便唤李顾进前说道 你的主人已和我们商议定了 今坐第二把交椅 此乃未曾上山时 欲先写下四句反诗 在家里闭上 我叫你们知道 闭上二十八个字 每一句包着一个字 炉花荡里一片粥 包个炉字 俊杰哪能此地由 包个俊字 义是首提三尺剑 包个义字 反识虚斩逆尘头 包个反字 这四句诗 包藏 卢俊义反四字 今日上山 你们怎知 本带把你众人杀了 显得我梁山坡行短 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 休想往你主人回来 李顾等只顾下拜 吴用叫把船送过渡口 一行人上路 奔回北京 正是 熬鱼脱雀 金沟去 白尾摇头 更不回 划分两处 不说李顾等归家 且说 无用回到中义堂上 再入酒席 用巧言令色 睡诱卢俊义 盐会直到二更方散 次日 山寨里再排盐会庆贺 卢俊义说道 赶成众头领 好意相留在下 知识小可度日如年 今日告辞 宋江道 小可不才 兴时缘外 来日宋江踢挤 撩背小拙 对面论新一会 勿请推却 又过了一日 明日宋江请 后日无用请 大后日公孙盛请 话修续凡 三十余个上厅头领 每日轮一个坐言席 光阴仍然 日月如梭 早过一月有余 卢俊义寻死 又要告别 宋江道 非是不留园外 怎奈急急要回 来日忠义堂上 安排薄酒送行 此日 宋江又踢挤送路 只见众头领都道 俺哥哥敬园外十分 俺等众人 当敬园外十二分 偏我哥哥严习便吃 转而合后 瓦而合搏 李逵在内大叫道 我舍着一条性命 指望北京请的你来 却不吃我弟兄们严习 我和你眉尾相结 性命相扑 吴学究大笑道 不曾见这般请客的 甚是粗鲁 园外修怪 见他众人一搏 宰住几时 不觉又过了四五日 卢俊义 坚义要行 只见神机军师诸武 将饮一般头领 直到忠义堂上 开话道 我等虽是以次弟兄 也曾与哥哥出力气 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 卢俊义若是见怪 不肯吃我们的 我自不妨 只怕小兄弟们 做出事来 毁之晚矣 无用起身便道 你们都不要烦恼 我与你殃及园外 宰住几时 有何不可 常言道 将就劝人 终无恶意 卢俊义 义众人不过 只得幼住了几日 前后去好三四十日 自离北京市四月的话 不觉在梁山坡 早过了四个月有余 但见金风熙熙 玉露凌凌 又早是中秋节尽 卢俊义思良归期 对宋江诉说 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 便道 这个容易 来日金沙滩送别 卢俊义大喜 有诗为正 一别家山岁月余 寸心无日 不思佳 此身恨不生霜意 欲借天风 过水崖 次日 还把旧石衣上刀棒 送还园外 一行众头领 都送下山 宋江拖一盘金银相送 卢俊义推道 非是卢某说口 金箔钱财 家中颇有 但得到北京盘产足矣 赐欲之物 绝不感受 宋江等众头领 只送过金沙滩 坐别自回 不在话下 不说宋江回寨 只说卢俊义 夜开脚步 星夜奔波 行了寻日 到达北京 日以薄木 赶不入城 就在殿中 歇了一夜 次日早晨 卢俊义离了村殿 飞奔入城 尚有一里多路 只见一人 头巾破碎 衣裳褴褛 看着卢俊义 那头便败 卢俊义抬眼看时 却是浪子燕青 便问燕青 你怎的这般模样 燕青道 这里不是说话处 卢俊义转过土墙 侧手 细问缘故 燕青说道 自从主人去后 不过数日 李顾回来 对娘子说道 主人归顺了 梁山坡送江 做了第二把交椅 如今去官司首告了 他已和娘子 坐了一路 称怪燕青为妞 将我赶逐出门 将义英衣服 尽行夺了 赶出城外 更坚吩咐 义英亲戚相识 但有人安着燕青 在家歇的 他便舍半个家司 和他打官司 因此无人赶着 小语在城中安不得身 只得来城外求起度日 全在安内安身 主人可倾小语言语 再回梁山坡去 别做个商议 若入城中 必中圈套 卢俊义喝道 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 你这丝休来放屁 殷青又道 主人脑后无眼 怎知就力 主人平息 只顾大骄气力 不亲女色 娘子旧日和李顾 远有私情 今日推门相救 做了夫妻 主人若去 必遭毒手 卢俊义大怒 贺骂燕青道 我家五代在北京住 谁不识的 两李顾有几颗头 敢做嫩般勾当 莫不是你一做出歹事来 今日倒来反说 我到家中问出虚实 必不和你甘休 燕青痛哭 败到地下 脱住主人衣服 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 大踏步便入城来 奔到城内 进入家中 这件大小主管都迟一惊 李顾慌忙前来迎接 请到堂上 那头便拜 卢俊义便问 卢俊义便问 燕青安在 李顾答道 主人且休问 端地一言难尽 只怕发怒 待歇息定了 却说 贾是从屏风后 哭将出来 卢俊义说道 娘子休哭 且说燕小仪怎的来 贾是道 丈夫且休问 慢慢地却说 卢俊义心中疑虑 定死要问燕青来历 李顾便道 主人且请换了衣服 吃了早膳 那时诉说不迟 以免安排饭时 与炉园外吃 方才举注 只听得前门后门 喊声起起 二三百个做工的 抢将入来 卢俊义惊得呆了 就被做工的绑了 一步一棍 只打到留守司来 其实 梁中书正做工厅 左右两行 排列虎狼一般工人 七八十个 把卢俊义拿到当面 贾氏和李顾也跪在侧边 听上梁中书大贺道 你这司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 如何却去投梁山坡落草 做了第二把交易 如今到来 李沟外联要打北京 紧被擒来 有何理说 卢俊义道 小人一时愚蠢 被梁山坡无用 假作卖卦先生来家 口出额言 山获良心 多转到梁山坡软间 过了四个月 今日幸得脱身归来 并无歹意 往恩向明镜 梁中书贺道 如何说得过 你在梁山坡中 若不通行 如何住了许多时 现放着你的妻子 并李顾出手 怎的是虚 李顾道 处人寄到这里 招服了吧 甲中壁上 现写下藏头反尸 便是老大的见证 不必多说 甲氏道 不是我们要害你 只怕你连累我 常言道 一人造反 九足全诸 卢俊义跪在厅下 叫起屈来 李顾道 楚人不必叫屈 是真难灭 是假易除 遭到招了 免治吃苦 甲氏道 丈夫 虚事难入宫门 时事难以抵对 你若做出事来 送了我的性命 自古丈夫造反 妻子不守 不耐 又情皮肉 无情丈子 你便招了 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 李顾上下都使了钱 张孔木听上禀说 这个顽皮赖骨 不打如何肯招 梁忠书道 说的是 鹤叫一声 打 左右工人 把卢俊义捆翻在地 不由分说 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迸流 昏晕去了三四次 卢俊义打不过 仰天探月 是我命中何当横死 我尽屈招了吧 张孔木当下去了招撞 讨一面一百斤死球加定了 押去大牢里监进 夫前夫后 看的人都不忍见 当日推入牢门 吃了三十沙威棒 押到亭心内 跪在面前 玉子炕上 坐着那个两院压牢结脊 带管柜子 把手指道 你认得我吗 卢俊义看了 不敢择声 那人是谁 有失为证 两院压牢称菜符 堂堂仪表 气凌云 腰间紧记 青鸾带 头上高悬 垫脚筋 行行问世 人清胆 识所施家 鬼断魂 满郡夸称 铁臂薄 杀人到处 显精神 这两院压狱 兼充行行贵子 姓蔡名符 北京土居人士 因为他手段高强 人呼他为铁臂薄 旁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 姓蔡名庆 亦有失为证 鸭玉丛中称菜庆 眉农眼大 性刚强 欠红山上苗西斥 茶鹤衣中 秀木香 区区领岩 深染灶 飘飘薄带 浅涂黄 金环灿烂 头金小 一朵花枝 插柄旁 这个小鸭玉蔡庆 生来爱戴一枝花 河北人士顺口 都叫他做一枝花蔡庆 那人煮着一条水火棍 立在哥哥侧边 蔡福道 你且把这个死囚 带在那一间牢里 我家去走一遭便来 蔡庆把卢俊逸自带去了 蔡福起身出离牢门来 只见撕前墙下 转过一个人来 手里提着饭罐 面带幽容 蔡福认的是浪子燕青 蔡福问道 严小乙哥 你做什么 燕青跪在地下 请着两行猪类告道 结计哥哥 可怜见小人的主人 炉原外 吃屈官司 有无送饭的钱财 小人城外 教化得这半罐子饭 全于主人冲击 结计哥哥 怎得做个方便 便是重生父母 再长爷娘 说吧 泪如雨下 拜倒在地 蔡福道 我知此事 你自去送饭 拔与他吃 燕青败谢了 自进牢里去送饭 蔡福转过周桥来 只见一个茶博士 教主唱惹道 姐姐 有个客人 在小人茶房那楼上 专等姐姐说话 蔡福来到楼上看时 却是主管李顾 葛失礼罢 蔡福道 主管有何见叫 李顾道 肩不思满 翘不思期 小人的事都在节级度里 今夜晚间 只要光前绝后 无甚孝顺 五十两蒜条金在此 送予节级 听上官吏 小人自去打点 蔡福笑道 你不见正听 戒时上刻着 下民一虐 上藏难欺 你的那蛮心魅己勾当 怕我不知 你又占了他家私 谋了他老婆 如今把五十两金子 于我 结果了他性命 日后提行官下马 我吃不得这等官司 李顾道 只是节级嫌少 小人再添五十两 蔡福道 李顾 你割猫尾 办猫饭 北京有名 嫩的一个园外 只值得 这一百两金子 你若要我倒的它 不是我炸你 只把五百两金子 于我 李顾便道 金子有在这里 便都送予结纪 只要今夜晚些尝试 蔡福收了金子 藏在身边 起身道 明日走来扛尸 李顾拜谢 欢喜去了 蔡福回到家里 却才进门 只见一人 接起颅帘 随即入来 那人叫声 蔡姐姐相见 蔡福看时 但见那一个人 生得十分标致 有失为正 身穿鸭翅 青团领 腰记阳之 欲闹装 头戴俊 一观一聚 足涅珍珠 屡一双 龟行举步 端详 目秀 眉青 年少郎 李贤好客 围柴进 四海驰名 小梦长 那人进的门 看着蔡福便拜 蔡福慌忙打礼 便问道 官人高兴 有何说话 那人道 可借里面说话 蔡福便请 入来一个商议阁里 分宾坐下 那人开话道 结起修要吃惊 在下便是 苍州横海郡人士 姓柴明晋 大洲皇帝 嫡派子孙 绰号小旋风的便士 只因好意书才 皆是天下好汉 不幸犯罪 流落梁山坡 今逢宋公明哥哥将令 差遣前来 打听庐园外消息 谁知被 赃官污吏 淫妇 奸夫 通情陷害 奸在死囚牢里 一命悬丝 尽在足下之手 不必生死 特来道宅告知 如是留得庐园外 性命在世 佛眼相看 不忘大德 但有半米而差错 兵临城下 降至豪边 无闲无语 无老无幼 打破城池 尽皆斩首 九文族下 是个仗义权中的好汉 无物相送 尽将一千两黄金 薄礼在此 倘若要捉柴进 就此便请绳索 就此便请绳索 事不皱眉 蔡福听吧 吓得一身冷汗 半赏答应不得 柴进起身道 好汉做事 好汉做事 休要愁愁 便请一绝 蔡福道 且请壮士回步 小人自有措置 柴进败谢道 己蒙遇诺 当报大恩 出门换过丛人 取出黄金一包 递在蔡福手里 唱个惹便走 外面从人 乃是神行太保代宗 又是一个不会走的 蔡福得了这个消息 摆拨不下 思良半赏 回到牢中 把上相的事 却对兄弟说了一遍 蔡庆道 哥哥平生最会决断 梁这些小事有何难在 常言道 杀人须见邪 救人须就彻 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 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 梁中书张孔木 都是好利之徒 结了贿赂 必然周全 卢俊逸性命 葫芦提佩江出去 救的救不得 自有他梁山坡好汉 俺们干的事便了也 蔡福道 兄弟这一论 正合我意 你且把炉原外安顿好处 牢中早晚把些好酒时 浆洗他 传个消息与他 蔡福蔡庆两个商议定了 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 关节已定 次日 李库不见动静 前来蔡福家催病 蔡庆回说 我们正要下手接过他 中书相公不肯 已有人吩咐 要留他性命 你自去上面使用 嘱咐下来 我这里何难 李库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 中间过前人去嘱托 梁中书道 这是压劳节级的勾当 难道叫我下手 过一两日 叫他自死 梁下里撕推 张孔木已得了金子 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 蔡福就离又打关节 脚及早发落 张孔木将了文案来柄 梁中书道 这是如何决断 张孔木道 小丽看来 卢俊义虽有原告 却无实际 虽是在梁山坡 住了许多石 这个是福同挂物 难问真犯 几丈四十 四配三千里 不知相公意下如何 梁中书道 孔木见的吉明 正与下官相合 随换菜符 牢中取出卢俊义来 就当清除了长家 读了招状文案 掘了四十几账 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家 就听钱定了 便拆董超薛霸 管押前去 直配沙门岛 原来这董超薛霸 自从开封府做工人 押借临冲去苍州 路上害不得临冲 回来被高太尉 巡视赐配北京 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 就留在刘首司购当 今日又拆他两个 尖压卢俊义 当下董超薛霸领了公文 带了卢员外 离了周牙 把卢俊义 尖在史臣房里 各自归家 收拾行李包裹 即便启程 有失为证 家世奸淫罪不裁 仍将夫主够行灾 若非柴尽行金碟 俊义安能配出来 且说李故得知 只叫得苦 便叫人来请两个 防送工人说话 董超薛霸 到的那里酒店里 李故接着 请至阁里坐下 以免铺排九十管带 三杯酒吧 李故开言说道 时不相瞒上下 卢员外是我仇家 如今配去沙门岛 路途遥远 他又没一文 叫你两个空废了盘缠 急待回来 也得三四个月 我眉慎的相送 两定大银 全为压首 多指两成 少无数理 就变得去处 结果了他性命 截去脸上金印 回来表证 叫我知道 每人再送 五十两蒜条金 于你 你们只动得 一张文书 刘首斯房里 我自理会 董超薛霸 两两相去 沉吟了半赏 见了两个大银 如何不起贪心 董超道 只怕行不得 薛霸便道 哥哥 这李观人 也是个好男子 我们也把这件事 揭拾了他 若有急难之处 要他照管 李顾道 我不是忘恩施义的人 慢慢地报答你两个 董超薛霸 收了银子 相别归家 收拾包裹 连夜起身 卢俊逸道 小人今日受刑 涨床疼痛 容在明日上路 薛霸骂道 你便闭了鸟嘴 老爷自晦气 撞着你这穷神 沙门岛往回 六千里有鱼 费多少盘缠 你又没一文 叫我们如何不败 卢俊逸诉道 你小人腹躯含冤 上下看去则个 董超骂道 你这财主们 闲长一毛不拔 今日天开眼 报应得快 你不要怨唱 我们相帮你走 卢俊逸忍气吞声 只得走动 行出东门 董超薛霸 把衣包雨伞 都挂在卢园外家头上 况是求人 无计奈何 那看要指晚秋天气 分分黄叶朵 对对赛红飞 心怀四海三江门 赴隐千辛万库愁 忧闷之中 只听得横笛之声 俊逸淫 启师一首 谁家御笛弄清秋 缭乱无端 闹客情 自是断肠听不得 非敢吹出断肠声 两个工人 一路上做好做饿 管压了行 看看天色傍晚 约行了十四五里 前面一个村镇 寻觅客店安歇 旧时客店 但见工人 尖压囚徒来歇 不敢要房钱 当时小二哥 引到后面房里 安放了包裹 须霸说道 老爷们苦杀是个工人 哪里倒来服侍罪人 你若要吃饭 快去收火 卢俊逸 只得带着家 来到厨下 为小二哥 讨个草柴 副作一块 来造钱烧火 小二哥替他 讨米做饭 洗刷完盏 卢俊逸是财主出身 这般事却不会做 草柴火把又湿 又烧不着 一起灭了 府能尽力一吹 被毁迷了眼睛 董超又难难呢呢的骂 做的饭熟 两个都承去了 卢俊逸并不敢讨吃 两个自吃了一回 剩下些残汤冷饭 与卢俊逸吃了 薛霸又不住声 骂了一回 吃了晚饭 又叫卢俊逸去烧脚汤 等得汤滚 卢俊逸方赶房里去坐地 两个自洗了脚 多一盆百煎滚汤 转卢俊逸洗脚 方才脱的草鞋 被薛霸 扯两条腿 纳在滚汤里 大痛难惊 薛霸道 老爷服饰你 颠倒做嘴脸 两个工人自去炕上睡了 把一条铁锁 将炉源外 锁在房门背后 升换到四更 两个起来 叫小二哥做饭 自吃了出门 收拾了包裹要行 卢俊逸看脚时 都是辽江炮 点地不得 寻那旧草鞋 又不见了 董超道 我把一双新草鞋 与你 却是夹麻皮做的 上下都打破了脚 出不得门 当日秋雨纷纷 路上又滑 卢俊逸一步一颠 薛霸拿起水火棍 拦腰便打 董超假意去劝 一路上埋怨叫苦 离了村殿 约行了十余礼 到一座大林 卢俊逸道 小人其实挨不动了 可怜剑全歇一歇 两个工人带入林子里 正是东方剑名 未有人行 薛霸道 我两个起得早了 好生困倦 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 只怕你走了 且等老爷复一复 腰间解麻锁下来 兜出卢俊逸肚皮 去那松树上 置一勒 反拽过脚来 绑在树上 薛霸对董超道 大哥 你去林子外立着 若有人来撞着 咳嗽为号 董超道 兄弟 放手 放手快些个 薛霸道 你放心去看着外面 说吧 拿起水火棍 看着卢远外道 你休怪我两个 你家主管李固 叫我们路上 结果你 便到沙门岛 也是死 不如及早打发了 你阴死地缚 不要怨我们 明年今日 是你周年 卢俊一听了 泪如雨下 低头受死 薛霸两只手 拿起水火棍 望着卢远外脑门上 披江下来 董超在外面 只听着一声 扑的响 慌忙走入林子里 来看时 卢远外 依旧附在树上 薛霸到仰卧岛树下 水火棍撇在一边 董超道 屈有作怪 莫不是他使得力猛 倒吃一脚 仰着脸四下看时 不见动静 雪霸口里出血 心窝里 露出三四寸长 一只小小剑杆 却在要叫 只见东北角树上 坐着一个人 听着叫声 咒 撒手响触 董超薄向上 早中了一箭 两脚登空 扑得野倒了 那人拖得 从树上跳江下来 拔出解腕尖刀 割断绳索 剔碎盘头家 就树边 抱住炉原外 放声大哭 卢俊一开眼看时 认得是浪子燕青 叫道 小乙 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吗 燕青道 小乙只从留守司前 跟定这司两个 见他把主人 奸在使臣房里 又见李顾 请去说话 小乙猜疑 这司门要害主人 连夜只跟出城来 主人在村殿里 被他作件 小乙扶在外头 壁子缝里都张得见 本要跳过来杀工人 却被殿内人多 不敢下手 毕竟五更里起来 小乙先在这里等候 想这司门 必来这林子里下手 被我两弩剑 结果了他两个 主人剑吗 这浪子燕青 那把弩弓 三只快剑 端地是百发百中 弹剑 怒装静才乌木 山根对欠红牙 拨手青衬水晶 闲锁半抽金线 被缠锦带 弯弯如秋月未圆 稳放凋零 急急似流星飞奔 绿怀影里 娇英胆战心惊 翠柔柳音中 也却魂飞魄散 好手人中称好手 红心里面 夺红心 卢俊一道 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 却射死这两个工人 这罪 这罪月天的重了 带走哪里去的事 燕青道 当初都是送功名苦了主人 今日不上梁山坡时 别无去处 卢俊一道 只是我帐窗发作 脚皮破损 点地不得 燕青道 事不宜迟 我背着主人去 便去工人身边搜出银两 带着弩弓插了腰刀 拿了水火棍 背着卢俊一 一直往东边行 走不到石树里 早驮不动 建一个小小村店 入到里面 寻房安下 买些酒肉 全且冲击 两个暂时安歇这里 却说过往人 看见林子里 射死两个工人在比 进处社长 报于李正得知 去来大明府里首告 随即拆官下来检验 却是留守司工人 董钞薛霸 回复梁中书 着落大明府 几步观察 显了日期 要捉凶身 做工的都来看了 论着弩剑 眼见的是浪子烟青的 事不宜迟 一二百做工的 分头去一道处 贴了告示 说那两个模样 小玉远近村方道殿 市镇人家 哀捕捉拿 却说卢俊逸 正在村殿房中 将洗帐窗 又走不动 只得在那里 写住 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 村方里排头说来 画两个模样 小二见了 连忙去报本处社长 我店里有两个人 好生较差 不知是也不是 社长转报 做工的去了 却说 燕青未无下饭 拿了弩子去进边处 寻几个虫椅吃 却带回来 只听得满村里发寒 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 看见一二百做工的 枪刀为定 把卢俊逸 附在车子上 推将过去 燕青要抢出来救时 又无君器 只得叫苦 寻思道 若不去梁山坡 报与宋公明得知 叫他来救 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 当时取路 行了半夜 肚里又鸡 身边又没一闻 走到一个土缸子上 匆匆杂杂 有些树木 就林子里睡到天明 心中忧闷 只听得树枝上 喜鹊锅锅躁躁躁 寻思道 若是设得下来 村房人家讨些水 煮铺的熟 也得冲击 走出林子外 抬头看时 那喜鹊朝着燕青躁 燕青轻轻取出弩弓 暗暗问天买卦 望空祈祷说道 燕青只有这一支剑了 若是旧的主人性命 剑到处灵却坠空 若是主人命运何修 剑到灵却飞去 搭上剑叫声 鼠疫不要误我 弩子响触 正中喜鹊后围 带了那支剑 直飞下岗子去 燕青大踏步赶下岗子去 不见了喜鹊 正寻之剑 只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 怎生打扮 弹剑 前头的戴顶猪嘴头巾 脑后两个金裹银环 上穿香皂螺衫 腰记削金搭博 穿半膝软 袜麻鞋 提一条 齐眉棍棒 后面的白饭羊 遮成栗子 茶鹤 船线 绸衫 腰记 飞红缠带 脚穿 剔土 皮鞋 背了衣包 提条 短棒 胯 口 腰刀 这两个来的人 正和燕青 打个尖丝拍 燕青转回身 看了这两个 寻思道 我正为盘缠 和我两拳 打倒两个 夺了包裹 却好上梁山坡 揣了弩弓 抽身回来 这两个低着头 只顾走 燕青赶上 把后面 带粘力的 后心一拳 扑的打倒 却带叶拳 再打那前面的 反被那汉子 手起棒落 正中燕青左腿 打翻在地 后面那汉子 爬枪起来 踏住燕青 撤出腰刀 批灭门便堕 燕青大叫道 好汉 我死不妨 着谁上梁山坡 报信 那汉便不下刀 收住了手 提起燕青 问道 你这丝 上梁山坡 报什么音信 燕青道 你问我 带怎的 那前面的好汉 把燕青手一拖 却露出手腕上花绣 慌忙问道 你不是 卢元外家 什么浪子燕青 燕青想到 左右是死 帅姓说了 叫他捉去 和主人阴魂 做一处 便道 我正是 卢元外家 浪子燕青 今要上梁山坡 报信 叫宋公明 救我主人 则个 二人见说 哈哈大笑 说道 早是不杀了你 原来正是 燕小一哥 你认得 我两个吗 川造的 不是别人 梁山坡头岭 并观索杨雄 后面的便是 拼命三郎石秀 杨雄道 我两个 金凤哥哥将令 才往北京 打听 卢元外消息 燕青听的是 杨雄石秀 把上件事 都对两个说了 杨雄道 即使如此说时 我和燕青 上山寨 保持哥哥 别做个道理 你可自去北京 打听消息 便来回报 石秀道 最好 便把包裹 与燕青背了 跟着杨雄 连夜上 梁山坡来 见了宋江 燕青把上相氏 背戏说了一遍 宋江大京 便会众头领 商议良策 且说石秀 只带自己 随身衣服 来到北京城外 天色已晚 入不得城 就城外 歇了一宿 此日早饭罢 入得城来 但见人人皆叹 各个伤情 石秀心仪 来到室心里 只见人家庇护关门 石秀问 侍护人家时 只见一个老丈 回言道 客人你不知 我这里北京 有个鲁远外 等地财主 因被梁山坡贼人 掳掠前去 逃得回来 倒吃了一场驱官司 迭配去沙门岛 又不知怎的路上 坏了两个工人 昨夜拿来 仅日五十三刻 寄来这里 室槽上展踏 客人可看一看 石秀听罢 走来室槽上看石 十四路口是个酒楼 石秀便来酒楼上 临街站个阁坐下 酒宝前来问道 客官还是请人 还是独自啄杯 石秀睁着怪眼 说道 打完酒大块肉 只顾卖来 问什么鸟 酒宝倒吃了一惊 打凉角酒 切一大盘牛肉 将来只顾吃 石秀大碗吃了一回 坐不多时 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 石秀便去楼窗外看石 只见家家庇户 瀑瀑关门 酒宝上楼来道 客官罪业 楼下出公事 快算了酒钱 别出去回避 石秀道 我怕什么鸟 你快走下去 我要逃老爷打吃 酒宝不敢作声 下楼去了 不多时 只见街上锣鼓 喧天家来 担见 两声破鼓响 一磅碎锣鸣 遭到其招展如云 柳叶枪交加似雪 饭油排前饮 白混棍后随 压劳节急争宁 仗任工人蒙勇 高头马上 监战官胜似火炎锣 刀剑林中 掌法力犹如追命鬼 可怜石子 揭心里 要杀寒冤 复屈人 石秀在楼窗外看石 石子路口 周回围住法场 石树对刀棒柜子 前排后拥 把卢俊逸 压到楼前跪下 铁壁薄菜符 拿着法刀 一只花菜庆 扶着夹烧 说道 卢园外 你自惊细看 不是我弟兄两个 救你不得 是座桌了 前面五圣堂里 我已安排下 你的座位了 你可一魂 去那里领寿 说吧 人从中一声叫道 五十三刻到了 一边开家 蔡庆早拿住了头 蔡福早撤出 法刀在手 登岸孔木 高声独霸 饭油排 众人齐鹤一声 楼上石秀 只就那一声鹤里 撤着妖刀在手 应声大叫 梁山坡好汉 全火在此 蔡福蔡庆 偏了炉原外 撤了绳索先走 石秀从楼上 翘江下来 手举钢刀 杀人似砍瓜切菜 走不迭地 砍翻十数个 一只手 托出炉俊逸 头难便走 原来这石秀 不认得北京的路 更见炉原外 惊得呆了 越走不动 梁忠书听德报来 大惊 便点仗前头目 引了人马 分头去把城寺门关上 拆前后做工的 河江拢来 快马强兵 怎出高城郡磊 且看石秀 卢俊逸 走向哪里出去 正是 分开陆地 无牙招 飞上青天 欠羽毛 毕竟炉原外 同石秀 当下怎的脱身 且听下回分解 使用马强兵 北京均轰大部分